今天讲第九节 第九节对应数上是3.13节73页 这一节介绍了三个语句 按的语句,stop语句,pause语句 首先看一下这个按的语句 按的语句的话有两种作用 第一种,结束本程序单位的运行 就是这个程序执行到按的这个语句的时候 标识这个程序到此为止 执行到此为止 第二种,作为一个程序单位的结束标志 这是指的子程序 在子程序当中的ant 一方面作为子程序的结束标志 一方面会使程序的直线流程返回到第二种程序 即它兼有return语句的功能 按的在以前编程时候已经用过了 在这里再看一下 大家把炮尘打开 大家把炮尘打开 好,好,来之后建工程 建一个原文件 然后建一个原文件 保存一下把这个90去掉 这个文件名的话就tags1了 那么程序的第一行代码 Program 后面接程序的名字 程序名字还是随便给 比如说这个程序就为了简单看一下这个ant的怎么使用 所以就简单的打印一行画 Hello world 简单的打印一行字不错 Hello world 使用这个print 是一个命令 print 那这个程序如果到此结束的话 加个ant 程序流程从上往下走 一条条走 一到ant 结束 那么程序当中必须包括一个ant 如果你在下面再加一个ant的话 编译的时候应该是报错的 一个程序当中只能有一个ant 不能有多个ant 编译一下 如果你加两个ant的话编译一下 它的提示信息是 Program has more than one main unit 程序拥有 more than多于一个的 main unit main主的是 主单元 是把main unit 主单元 因为这个原因就处在有两个ant 所以他认为有两个主单元 是错误的 把其中一个ant去掉 保证一下的编译 就不会有问题了 第二句是stop 顾名思义停止 停止运行的意思 就是程序单元如果有多个stop 比据的时候 支应到任一个stop比据时 程序就会停到这个stop比据这个地方 在此程序当中 如果有stop译句 也就是整个程序停止运行 而不是控制流程返回到主程序 stop的意思就是说 把程序停止运行 程序就不会再继续运行了 虽然没有遇到ant 但是遇到stop的话 它就结束 stop有两种形式 stopn stopn的话 这个n这部分可以是一个数字 stop123 或者是stop 这是一个字符 或者一个字符串 但是这个字符串 长度是不要超过五位 那么这个123 数字或者是这个串 起到一个标识的作用 就是说程序直运到stop一句的时候 它会把123 显示在屏幕上 标识你是在stop123 这块停止的 还是通过例子看一下怎么使 而这个程序 printing 道号 hello world 有人再打一句 printing hello world 那么这个信息的话 比如说你也hello 世界对你说的话 你也hello hello world 你也hello 比如说在这个hello world的后边 如果加个stop的话 我让程序到此结束 stop 停止 stop stop的话你可以给它一个标识 比如说123 执行这个stop123的语句的时候 会在屏幕上打印出来123 并且程序到此结束 因为它程序到此结束的 所以这个你也hello 就打不出来了 就不会执行到这句话 程序执行到stop这块就停止了 你可以打123456 都可以 首先看一下123 保存一下变译 链接 运行 看这个程序运行结果 首先进行到printhello world的时候 在屏幕上打印出来hello world 这个字不串 接下来stop123 程序到此结束 并且返回turncode 返回一个代码123 标识是执行这个stop 时候返回的是123 123 你看这个数字能不能超过五位 12345678的话 八位的话还能不能打出来 保存一下编译链接 编译的时候就有错误是吧 看一下信息 stop stop code constant is too long stop 这个代码的constant 是常数 is too long 太长了 5 5 5 数字 5 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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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 看一下保存编译 没有问题是吧 再运行一下看一下结果 12345 刚才那个幻灯上是写的是 不超过五位是吧 可以是五位 如果你有个字不串的话 ABCDE的话 应该不会有问题 保存一下链接执行 ABCDE 因为是stop 下面这个print near hello 从来没有运行过 从来没有运行过 一到stop 程序到此结束 这是stop一句 加上这个pause p-a-u-i-c pause的意思是暂停的意思 程序暂停到这个pause语句上 暂停运行 如果你按回车的话 这个程序还会继续往下运行 这个点 就是pause这个语句这个点 可以成为一个断点 就是程序到此结束 不是到此啊 到这个pause语句的时候 会暂停运行 它当然是把程序分成几段 如果程序当中有几个pause的话 相当于把程序分成几段 遇到一个pause 暂停运行 按回车继续运行 再遇到下一个pause的话 又暂停 按回车继续运行 成为这个pause所在的那个点 叫断点 程序的断点 程序的断点 一般是用来调试程序的 因为一个大型程序是 成千上万行 你要调试它的话 你一段一段调 看第一段有没有错误 第一段没有错误 到第二段 第二段有没有错误 到第二段 模拟一下这个pause的话 可以这么模拟 还是打印 因为打印是最简单的一个命令了 打印 比如说打印A 打印A之后 我还叫它pause 暂停重续运行 pause pause的话 还可以给一个数字 或者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给个1 第一次暂停 pause1 接下来print print新动号 第二次是打印出来一个B 打一个B之后 我再叫它暂停pause2 第二次暂停pause2 接下来print新动号 第三次打印一个C 第三次叫它暂停pause3 就叫它暂停三次吧 随便多少次都可以 最后要打印一个D 就不暂停了 打印一个内容叫它暂停一下 打印一个叫它暂停一下 这实际上相当于把这个程序分成了 看几段是吧 这是一段 这是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这样你把程序分割成了五段 从第一段进行完之后 它会程序会暂停 用户按一下回车之后 才会执行第二段 第二个print 遇到这个圈子又暂停 遇到这个耗子又暂停 遇到这个耗子又暂停 还得按回车 直行第三段 打印出来这个C 最后你按回车之后 程序运行到按的结束 保存一下链接运行一下 Pause-1 现在暂停了是吧 按照回车叫它继续运行 打印出来B Pause-2 再回车 运行第三段 遇到Pause又暂停 再回车 运行最后一段 第四段 这个字段是个D 这实际上不是一个符号 是一个杠 Pause-1 Pause-2 Pause-3 这个跟这个stop语句一样 这个标识一可以用字符串 比如这个字符串是小A 小A一个字符串 把这个2改成小B 3改成小C 直接按这个程序 变异链接执行 这会就没有那个Pause了是吧 刀字符串的时候就没有那个Pause省略了 如果数字的话那炮才存在 现在斩停了 程序斩停了 按回车去运行 或者 只能按回车是吧 按回车去运行 按回车去运行 那么这个例子就简单运行 演示一下这个Pause 斩停 斩停程序怎么使 斩停 程序运到这个Pause的时候就会斩停 是吧 用按回车之后才会 程序往下运行 遇到一个Pause 斩停 而这个Stop 比如说你把 第一个Pause改成Stop的话 程序到此停止运行 Stop 停止的意思 是吧 停运行 程序永远不会直行到Stop 后面这些代码了 程序运行到Stop A 停到这了 结束了就 保存一下链接 直行一下 直接出来这个Pause Endicate to continue 程序到此已经结束了 就是Stop 跟这个Pause的区别 Pause暂停 Stop是停止 大家看一下第三章的最后一集 程序指令 看第一例子 求三角形的面积 三角形的面积 三角形的面积的公式是 三角形的面积等于SQRT 括号 S乘以S.A乘以S.B乘以S.C SQRT的话是求平方根 是吧 求平方根 求这里的式子的平方根 其中 其中这个S等于A加B加C 三个边 是吧 ABC三边 这核除以2 S是这个值 套这个公式 就可以算出来这个圆的面积 ABC为三边之长 看下这个程序怎么编 首先的话这个程序的 首先的话这个程序的 程序当中这个三角形三个边要求用户输入 通过这个锐的语句 读入三边的长度 锐的心 逗号心 第一个心的意思表示的是 从键盘输入三个值 第二个心的话是 格式输入 表控格式输入 输入A B C 三个数的值 ABC的类型是什么 能看出来吗 三个变量的类型是什么 ABC 什么编输 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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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之后算一下这个s,s这个变量里的值,s变量的值是a加b加c,三边值和除以2,得到值付给s,s现在有了,那么面积是,面积用一个变量area来放面积area,因为没有明显说明area这变量类型,通过安安规则area是实行。 面积是sqrt,sqrt是一个函数,求括号当中数的平方根,sqrt开平方,那这一个公式,套的一个公式,s乘以s-a,s乘以s-a,就加括号,乘以s-b,再乘以, s-c,这就是把这个公式套过来了,面积等于根号下,s乘以s-a乘以s-b乘以s-c,那么这个开根号是sqrt这个函数来实现的。 现在面积已经有了,打印出来就可以了,把计算的结果打印出来,用write把结果写到屏幕上,还是星点星,第一个星代表的意思是显示器上显示,第二星是表控格式,就是它规定了实数,实行数在屏幕上占多奥列,整形数占多奥列,规定好的,按照它的规定来输出。 首先输出的是a,把三个边输出,首先这个字符串,a等于,字符串内容原分不动输出来,a等于,边量a的值输出来,a等于a,加来是b,b等于,这是个字符串,原分不动输出来,b等于b,变量b的值输出来, 第三个边c等于c,现在三个边已经输出来了,最后把这个面积write出来,写出来,写到屏幕上。 首先,这个字符串,area等于area变量里的值,字符串会原分不动地把字符串内容输出,加来跟上area变量的值。 首先,用户要求用户输入这个abc的值,是吧,执行到这个read一句的时候,成绩会等你输入abc的值,执行这个read一句的时候。 abc,实行变量,按照书上那个书吧,1.4,空格,数一数之间的话,或者用逗号空,或者用空格空,1.4,这里用空格空,3.5,空格,4.5,abc,三个值。 回车,回车,回车之后它会把面积算出来,并且把这个abc打印出来,面积是1.929352。 这个打印的时候有一点问题,a的数值之后,紧接的是b等于连在一起了,连在一起的话,给它空一下。 空的话,在这个b等于这个字符串,b的前面加几个空格,它们之间就会空了。 因为空格也会原本不动地输出来,b前面加几个空格,c前面加几个空格,让这个b跟a的值有几个空格空出来,分隔开。 程序改完之后,得保存一下编译链接运行。 还是数abc的值,1.4,就是用逗号隔开各个数,逗号3.5,逗号4.5,回车。 这就是这个结果。 这是球面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程序。 然后按第二题,第二题是送入五个数,邀请用户从键盘输五个数,计算出绝对值最大的这个数,也就是找出来绝对值最大的这个数显示出来。 首先把这个第一题这个代码,按的和proc1之间的删掉。 那么首先要求用输入五个数,read,用read读入五个数,先到新,读入五个数的话,存到abcde五个数当中。 因为这个没有明显声明这个ABCDE的类型,它们的类型的话应该是实行,实行的ABCDE。 当然你可以明显地声明它。 声明语句的话必须写在程序的前面,real,A,B,C,D,E。 这是明显地用real声明语句,声明ABCDE五个变量是实行,read,ABCDE,读入五个数。 实际上来计算这五个数数当中,绝对值最大的。 这个例题是用到了一个函数,max这个函数。 max这个函数是球括号当中,各个参数当中的最大值。 是不是,最大值。 因为它是由球,球是绝对绝对大值,是吧。 所以你用这个ABS的函数,把每个数都转换成绝对值。 ABSA,逗号,ABSB,逗号,ABSC,ABSD,ABSE。 转换成绝对值之后,在max,求出它们绝对值当中的最大值。 这个最大值也可以用一个变量来存。 比如说这个最大值存到变量m里,存到变量m里。 把这个real这个生命一句后面再生命一个m变量。 把这个max函数的返回值付给m,叫它m等于m等于这个函数的最大值。 现在这个最大值已经跑m里了。 打印出来,print,新。 这里用的是write,是吧,再用write。 write,货号,新,逗号,新。 打印出来是最大值。 首先是一个字不串。 字不串的内容是原本不动打印出来的。 供用固来看的。 供用固理解这个成绩用的。 the greater,the greater number is, greater number,较大的那个数是哪个数? 较大的那个数放到了变量m里。 显示一下m里的值就最大的一个数。 the greater number is, 这个信息原本不动的在显示器上显示。 接下来是这个m,m的值显示出来。 重新道子结束and, 重新道子结束。 保存一下编译,链接,执行。 最近要求用户输入五个数。 按照数上那个五个数数吧。 1.4,空格。 7.4,空格。 8.3,空格。 负的123.4,空格。 45.7。 五个数,十数,回车。 the greater number is, 123.4。 因为它找的是绝对值的最大值。 找出来,负的123.4。 它的绝对值最大,123.4。 做这个例子的时候, 有的会遇到这么个问题。 如果你前面不声明这个m是实行的话, 那么m按照隐含规则到n规则, m里存的应该是一个整数。 这个m之后结果, 虽然这个mise结果是, 比如说刚才那个例子是123.4。 但是m里只能存一个整数。 所以123.4的话, 它会45入乘123。 所以你这样显示的m是123。 因为m里只能存整数, 存不了小数。 比如说还是, 数换那个1.4, 7.4, 8.3, 负的123.4, 45.7, 这车, 123。 因为m里不能存实数, 只能存整数。 答应出来123。 只要避免这个问题的话, 你得显示声明一下这个m是实行变量, 显示的声明一下。 这个程序的话实际上可以解, 代码可以解, 代码可以简化。 大家可以把这个max这一部分, 从max开始一直到最后, 给它剪掉。 剪掉之后放到, 放到right这个语句里的, 把这个m, 给它替换为刚才剪掉那个内容。 剪过来。 那么这行人给你们不用了。 。 这怎么有红线呢? 数研问题, 。 我现在不用了。 直接显示一下这个max的结果,是吧? 不把它, 不把它存到一个变量m里了, 我直接显示它的结果。 直接显示它的结果。 直接显示结果。 再编译一下, 还是syntaxmax, syntax arrow。 它按这个两行。 因为它这个裂宽, 从这儿只能写到, 能写到这儿吧。 这后面这两括号不能往右边再写了。 所以这两个右边是一个, 红线是吧? 那么怎么把这个往左移啊? 前面往左移是吧? 比如说, the great number is, 把这个去掉。 哎, 这儿好了。 咱这边还是绿色是吧? 试一下。 还是syntax arrow。 嗯, 还不行。 还不行, 把这个字不串去掉吧。 绿色。 没有绿色了吧? 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 没有错误。 比如一行代码写的太长。 在fortune当中还是不允许的。 1.4 7.4 8.3 123.4 45.7 这边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123.4的话是这个max的函数返回的。 大家看一下下个例期。 下个例期是我国人口在1982年统计为10.3亿人。 如果年增长率为1.5%的话, 求公元2010年末的人口数, 也就是说明年的末的人口数。 因为有个增长率, 增长率1.5%, 一年就增长1.5%, 所以N年之后增长多少人口。 那这个公式是p1等于p0, p0就是这个10.3, p0就是10.3, p0就是10.3乘以, 如果是N年之后的话, 乘以1加r, 这个r就是增长率, 就是10.3乘以1加1.5%, 1.5%N年之后的人数。 用p1来存, p1来存。 这个公式,这个公式。 那么借助于这个公式来算一下, 2010年, 太短了啊, 2050年吧, 2050年的人口数多少。 首先这个增长率, r是一个长数, 存到这个变量r里, 1.5%的话, 换成小数的话是0.0, 0.015, 2.015, 那么这个基数, 开头的人口数存到变量p0里, 是10.3亿, 10.3亿的话, 10.3乘以多少个十四方, 是吧, 他这里数上是10到八四方, 1.8, 10.3亿8, 10.3到八四方, 那么N这个变量里, 表示是未来那个年跟当前1.5, 1982年相下多少年, N里存, 2050年减去1982, 是吧, 看一下相下多少年, 那么N这个是作为指数, 作为那个公司的指数, 那么2050年的人口数用p1来存, 它应该等于, 1982年的人口数乘以一个1加上增长率, R, N次方, 对, 这个N次方就有难度, N次方用这个运算符, 乘方运算符, 是吧, 星星, 两个星星, 星星, 多少次方, 星星N, N里存是多少次方, 对吧, P0乘以1加2的N次方, 也就是说把那个公式写出来了, 这个公式执行完之后, 复制语句执行完之后, p1里存的是人口数, 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print, sing, 逗号, 之后这个字符串, 把字符串内容打印出来, the population, population人口的意思, 2050年的人口数, is, 是多少, 存到了p1里, 把p1的结果显示出来, 保证一下, 链接运行, the population of 2050, is, 2.8亿的九次方, 是多少人口啊, 28亿, 28亿, 打算是多少, 100亿, 710亿. 快一点点,